大家好,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 亲爱的观众,收听今天的分享,写给已过50岁的人, 别怒,别比,别争,短暂的人生旅途,由无数个分叉路口构成。 不同的路口,不同的选择,就会造就千差万别的结局,也就形成了千姿百态的人生。 林语堂说,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 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上船。 岁月催人老,恍然间已经走过了生命的大半段旅程, 50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前半生步履匆匆, 后半生,要开始学会慢下来,回顾前半生,过得真不容易。 曾经那个一腔热血的少年,已经跟自己告别, 渐渐发白的双鬓已经在告诉自己, 盛年已去,一切都该慢下来了。 年过50,人生已过半,经历了太多的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内心已经越来越成熟, 余生最聪明的活法。 别怒,别比,别争。 不生气,别动怒,好好生活, 生活中,潜藏着许多的不如意。 求而不得,亦是人生的常态。 遇到不开心的事,别动怒, 因为再糟糕的事,都会成为过去。 遇到故意气你的人, 别生气,因为不值得。 舒本华说,针对别人的行为动怒, 就跟向一块横在我们前进路上的石头, 大发脾气,同等愚蠢。 人生下半场,不生气,别动怒, 因为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是最愚蠢的行为。 生气,最伤身体,最容易消耗健康。 有时候,放过别人,就是在拯救自己。 人,这一生会遇到许多事情, 哪能事事顺心。 如果,自己看不开, 凡事耿耿于怀, 最后受伤的只有自己。 年过五十岁,别再随意生气, 也别再为了谁而动怒。 这世间的人和事,都会成为过去事, 又何必揪着不放? 余生的日子,怎么开心就怎么过? 遇到那些不开心的事, 释怀吧,好好生活才对得起 这稍纵即逝的生命。 别攀比,别羡慕别人的生活, 人,所站的位置不同, 看到的景色就会不同。 就好比,有的人在草坪上, 看到的是嫩绿的草地, 可爱的牛羊,和蔼可亲的人们, 而站在山顶,看到的是一座城, 看到的是自我的渺小。 人生在世,不管生活在什么境地, 都会遇到属于自己的烦恼。 同时,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 总能找到令自己开心的方式。 凡是,有好的一面,也会有坏的一面。 如果,想要幸福, 就要学会保持积极的心态, 多去探索好的一面。 人与人之间都在相互羡慕着, 总觉得别人的生活要比自己的更好。 可仔细想想, 每个人的生活之所以与众不同, 是因为努力的方向与程度不一样, 每一种生活都有专属于他的人生轨迹。 那些,你羡慕的光鲜背后, 也有不为人知的心酸苦楚。 已经过了五十岁, 不必羡慕别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无论当下处境如何, 知足常乐, 会让生活变得很不一样。 凡事顺其自然, 别争, 人生一辈子, 很短暂。 不要一味地争输赢, 不要为了已经过去的事, 再伤怀。 人要学会往前看, 不管你是看开, 还是活在过去, 有些是过去了就过去了。 即使不甘心, 想要和岁月一争高下, 但是都回不来了。 米尔顿说, 学会以最简单方式生活, 不要让复杂的思想破坏生活的甜美。 人过五十, 精力有限, 别再去争些什么, 劳神费力。 凡事顺其自然, 反而是最明智的生活态度, 以最平和的心态, 去面对发生的一切。 要相信上天, 自有安排。 生活中, 所有遇到的事, 都是缘分, 好好珍惜, 缘尽时, 就学会看淡, 学会放下, 从容面对得失。 顺其自然, 才能让自己活得轻松点, 得知我性, 失之我命。 何必处处较真, 泪垮了自己, 辜负了岁月。 余生, 随心而活, 看淡得失, 心中的疑惑时间, 会给出他的答案。 人过五十岁, 凡事别争, 一切顺其自然, 就会拥有快一人生。 人这一生, 看似漫长, 其实虚于一顺。 不知不觉, 已经走在了五开头的年纪, 经历了人来人往, 起起伏伏, 想必对自己的人生, 也有了一定的见解。 前半生, 闹啊, 追啊, 争啊, 有大把的精力去挑战, 去试错。 但到了五十岁, 要做出改变, 调整好心态, 让自己慢下来。 人到五十,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别轻易动弄, 看淡得失。 活得洒脱一些, 珍惜当下所拥有的,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人生的精彩, 由自己定义。 人生下半场, 别怒, 别比, 别争。 整理好心情, 重新出发, 以一颗从容的心, 去走接下来的人生路, 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